欢迎回来继续Focus 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变成两大阵营 跟中国走得近或者是强力反中 但这中间透过了一些新闻现象 看到变化悄悄的发生 那就是澳大利亚 它在区域战略合作上面 绝对是跟美国站在同一边 但是它的商业贸易上 现在跟中国重新恢复旧好 2020年疫情的时候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急速降温 但是对中国的重要性来说 澳洲拥有稀土矿 是电动车电池最重要的原料 锂金属 而且在南太平洋也有重要位置 所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七年来第一次重新踏上了澳大利亚 而且要送出一对新的猫熊 中欧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中国宣布对于欧洲进口猪肉 也要展开反倾销调查 一般认为是在报复 那么最快在今年七月初 中国进到欧盟的电动车 那么最高的关税可能会被扣到38% 那么对于这一项中国的调查 部分的欧洲猪肉供应商并没有害怕 因为他们的猪肉出口中国的品质 向来是他们最有自信的底气 商务部星期一公布 决定即日起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和猪库产品 发起反经销立案调查 去年进口猪肉产品多达60亿美元的中国大陆 针对重要猪肉供应来源欧盟寄出反倾销调查 声称是收到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申请 调查其为2023年全年 欧盟猪肉占中国进口猪肉总量约50% 前三名供应国分别是西班牙 荷兰与丹麦 有丹麦业界就估计 一旦中国私家进口限制 他们会受到沉重打击 欧盟与中国大陆贸易战升温 日前欧盟传出要调高中国电动车进口税 从10%最高调升至38.1% 希望中国当局检讨自身对电动车的补贴政策 高关税可能7月4日就生效 遭中方批评违反世贸规则 同时中方也有反击 年初对欧洲白兰地的反倾销调查 8月会有结果 现在中国又开始针对 进口欧洲猪肉产品开刀 欧盟委员会却表示并不担心 超过77.5万顿的出口产品要被调高关税限制进口 欧盟却表示并不担心 中国方面的主要调查是针对西班牙 荷兰 法国与丹麦几个国家 其中西班牙每年要出口往中国的猪肉产品 高达15亿美元 西班牙呼吁欧盟要跟中方搓相 避免中方对进口欧盟猪肉加征反倾销销售 香港媒体报导 西班牙猪肉商要求欧盟与中国磋商 路透社报导却显示 西班牙猪肉商不太担心 事实上2018年中国境内出现非洲猪瘟疫情时 生猪存栏量曾暴跌四成 之后2021与2023年又出现病毒猪变异后的疫情 中国大陆当局的对策是鼓励扩大养猪 却造成多数猪器负债 猪肉价格也因生产过剩走低 我们不问我们如果有我们的猪肉 我们继续购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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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言下之意是有高品质当底气 欧盟境内猪肉供应商并不担心中国市场因驾阳而缩减 中欧关系紧张 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时积极寻求中澳关系回温 推动我们双方合力打造更加成熟稳聚 更加富有成果成效的中澳全面占有伙伴关系 全球电动车锂电池有80%产自中国 但原料锂金属却多半来自澳洲 澳洲锂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电动车生产大国中国 想要紧紧抓住这原料供应国 李强特别飞往珀斯参访中澳合资的锂电池厂 七年来中国国务院总理首访澳洲 澳洲既欢迎也有压力 因为中国这重要经济伙伴 也试图影响澳洲南太平洋战略政策上 与美国的合作 但澳洲并非没有提防 已经下令中国相关基金 减持澳洲稀土矿商的股份 不过李强这次送出大礼 让澳洲阿德雷的动物园 自行在候选名单中 选出一对新的大猫熊赴澳注点 李强说 北京会送一群巨大猫的洞大猫 去阿德雷的洞 原本在澳洲生活了15年的 旺旺和福尼两只大猫熊 由于经过多次 自然与人工繁衍后代军失败 高龄20岁的两熊 今年可能要打包回家乡 赶由年轻熊接绑 另外也传出中国将取消 对澳洲活龙虾进口的非正式禁令 显然积极要让中澳关系浑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